刚刚我在电话中有跟柯文哲主席说 我们两个就在马办见面 他说好 但我怕说他会回去如果想一想 会不会有改变我就不知道 我还是沉滚在这个地方 原本就在马办 还有一些问题没解决 我们两个就在马办 把这些相关的议题理清楚以后 我们就共同牺手往前走 所以是现在确定是要等柯文哲到最后一刻吗 我会等柯文哲 这是我们面对蓝白合作 最诚恳最友善的一个态度 我们要展现出来 但是刚才接到最近消息 柯市长那边好像不太想要来马办这里 他们希望可以选找第三地 那如果是第三地的话市长也会配合吗 其实已经讲好了 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非常方便 你干嘛还要换其他地方 马办也是我们开始的见证人 就回到马办 把事情讲清楚就好了 这个很单纯的一件事情 不需要换来换去换地点 地点没那么重要 重要是大家要诚心地肯坐下来面谈 那我要在这里 我相信柯主席也会来的 因为既然电话也通过了 那同时也从这里开始 我们就从这里结束 不管未来结果如何 大家总是要面对所有全国人民要给个答案嘛 那马总统有任何上吗 马总统学时都会乐见我们两个失手合作 所以有做最快打算吗 比如说副手准备 我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跟柯主席两个好好的面对面谈一谈 才是现在间接段最重要的事情 那会希望郭董也来马办吗 我相信我已经跟柯主席讲了 我等你 我请我们约好我们两个就在这个地方见面 谢谢